开始了 喂喂喂 喂听得到吗 看得见吗 看得见吗 喂喂喂看得见吗 等下我我 8点准备开始啊 我先打开看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怎么下问题 看得见啊 那8点开始你们看我喝完茶好吧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吃水果的习惯 我也喜欢吃水果 嗯 这个梨挺甜的 又大又甜啊 一定又大又甜 有人向您提出对局申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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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吃什么 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 每天都要面对的生大难题呀 今天中午吃什么 早上吃什么 今天晚上吃什么 最困难的三个题目 每天我都要碰到 不知道你们要碰到 所以说为了偷懒 为了逃避这三个问题 所以说我有时候一天只吃两顿 早上不吃 有时候再更懒一点 早上和中餐起不来 一醒就要醒 已经下午三点了 哈哈美好的一天开始 然后晚上吃一顿 就好了 晚上抱吃一顿 很不健康 不要学我 比如说比赛的时候 这一顿都不吃 绝食 吃太多 所以说对你的发挥会会有影响 你这脑袋 可能有一部分血液会就到你的肠胃里去消化 所以说 你反正脑部这个供血不足 会出现混乱的情况 那一般人来讲我比赛的时候都不会吃太饱 我少吃点就少吃点 所以说我比赛的时候都是我减肥的时候 哦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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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 今天 我们就还是来 下棋吧 吧 下棋 嗯 好像我们打开这个 有会期啊 不然你们看不看得到 我带我瞧一下 两号 好 一起 你找一个人下呗 怎么样 找谁下你们说 你们说找谁下 你们来订哈 嗯 这个人啊 这个人 这个人已经被我 这个 这个 这个小吴啊 这个小吴 我已经在我心中 虽然没有把他拉黑啊 但是 这个人呢 我是再也不和他跟他下棋了 好吧 因为 我从他三分期 我后面自己认真分析了一下 这确实不是他自己下的 啊 那 那就欺骗我的感情嘛 不是对不对 这个人呢 我是不会到神经上下棋了 当然他现在也是拒绝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 对 你不要让我挑太强持有下 我会有压力 对吧 因为挑挑战持有下呢 我很累 那你说 小生我看他说 说小生对不对 那小生的话 他不是在拒绝的这个状态吗 啊 那 高挂免战牌 他今天可能下过起了点累了 是吧 好 说什么都有啊 我看看啊 我看看 我看看这个谁下 他在下棋啊 武汉在下棋 武汉 对异 对异的一个状态 这什么 这谁啊 不论大王是谁 不认识 我认识到 big strong big strong不在线啊 我看一眼 有人向您提出对局申请 有人找了校友啊 校友那校友校友聚会 就我们想找这么强的起友下 没有 来嘛 上一次碰到阿党 实际上是在 在学校食堂里 他他刚入学 所以说 看起来他 他比较痛苦啊 也可能对学校的课程安排 有一些兴奋 也有觉得有一些 疲惫啊 因为 刚开始去的时候 确实可能会有点不适应 是吧 那那我记得我是在 那个这什么地方来的 什么地方吃的 听 不是听他 那在什么地方 哎 我现在脑子不好 因为想不起来了 他他点了那个什么 呃 他点了啥来着 我也记不起来了 反正我点了一个五花肉 五花肉的这个 这个那个铁板饭啊 还是五花铁板饭 现在自我说踩雷的 我虽然发了那个BB空间的 但是 我我跟你跟你们好客气讲 那那那个 花肉真的是太腻了 太腻了 我我很不推荐那一家 好吧 你看直播的校友的 你们你们这个 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我觉得我学校里 那餐我真的快吃吐了 我也就真的有 有一点 我吃不下去的感觉 我不知道该吃啥了 感觉可以去的地方吧 都去的差不多了 想换换新口味啊 不知道吃什么 桃李 纸巾 纸巾没开啊 纸巾 纸巾关着呢 纸巾 纸巾去上次去看了一圈 啥也没开呢 还没开呢 啊 纸巾好吃 纸巾我吃几次也就那样吧 现在开始 还不错啊 还不能起头回回去啊 啊去哪里 就是桃李二楼是不是 那我我吃那个还是辣炒肉在哪里 是桃吃桃李吗 那个地方 我忘了 反正味道怎么说 就真的 很那样吧 就就那样吧 吃起来 嗯 哦 这 这个棋的话 其实就正常的下 然后也没有什么 嗯 插布局 这种布局的话 其实就是 记套路吧 看看 把这个套路一倍 一百 后面才开始认证下 对吧 这种东西都不用动脑的 不用动时间 不用花时间在这上面 你花着在时间在上面 你也你也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四 三 二 一 现在开始读秒 九 八 七 六 五 走什么 九 八 老实说我现在很疲惫 六 因为我 我我刚回到家里 三 二 一 所以有可能脑子不是很清楚 有点接不上话茬 嗯 不过今天我等会会会回答你们的问题 因为邮箱很多问题又更新了 你知道吧 你们呃 你们其实很多其他的问题 我可能会回答一下 然后呃呃 等会吧 等这句结束吧 好吧 嗯 晚上我还要回学校 我跟你讲 等你们都是一堆石 他烦 我该走什么的去 三 二 随便来一个吧 哦 没办法 成年人就有这种成年人的苦恼啊 这些事情你 你不做 你不做 不做就不做是吧 不做的话 你也不能逃避 你干面对还是得面对啊 你不做明天也得做啊 是吧 你今天今天不做 那明天也得做啊 你拖一天了 拖两天拖三天 你还是得做啊 你是逃不掉的啊 哎呀 我这期我就小飞 我没没怎么走一个吧 有点无伦次了 可以看得出我很疲惫吗 你没看过我很疲惫吗 对不对 呃 慢慢拉的呢 呃 的话不跟他下的 他这个这个很无聊 我不知道该下什么 随便来一个吧 疲惫啊 赢得很疲惫 虽然赢了很多很多盘 但是嗯 我身心的疲惫 是吧 我精神上可能不赔 但我身心很疲惫 啊 明白这个是这个道理 疲惫 呃 九 八 七 六 哎 疲惫 九 八 七 九 九 八 都快下啥呀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嗯 不知道还走什么 其实这个不这个局面不是我特别擅长的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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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今天是不准备播的 就是因为我说不放你们鸽子 要吧 然后我就 这里 呃 摁播一次 四 三 嗯 我该做什么呀 随便来一个吧 这都不是骑的不是没有躲在那个应该走的位置上 八 七 哎 嗯 接下来我可能会远离危机一段时间 他怎么往这里点 八 七 六 五 嗯 嗯 九 八 七 六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我疲惫啊 半样一个吧 我是不知道我在下什么 我现在大脑一圈空 八 这是什么意思 我你随便给我解读一下我就不记什么意思吗 我自己都看不懂 三 二 哦 往里乱乱点一个 哦 他走这个 随便随便围一个吧 我围不上就是认不输呗 回到上这期也也也没有什么好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还有两次读秒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哦 看来我这部棋 有奇效啊 他用了一次读秒 是吧 浪费的对手一次读秒 哇 这空一围是不是形式队还可以啊 我看看形式判断啊 你看 你这个领先是八点五啊 所以说我后面还可以亏一个 十母棋差不多啊 亏个十母棋 因为我没有一个贴目的优势 我觉得其实已经不了的 不稳的 呃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六 五 四 我会飞他 水平不行啊 前期不 多积累点优势 拿不下啊 就不太差了 看吧 这对自己没有信心 这一点信心都没有 呃 我都不知道他要干啥 其实 他这不是送死吗 九 我的大脑是这么告诉我 他是在送死 但是 他肯定有其他的 一些想法 三 二 一 这什么意思啊 这我就接上呢 什么意思这是 他不会要碰这种奇法 九 八 七 六 他告诉我他才送死 这不是他就有退这个吗 最后一次读秒 可能他做做事 做的也有点累的你知道吧 现在跟我同一样的状态 只是想下一下棋 换一换一感觉 今天晚上本来我应该写作业的 但是作业还是太多了 我已经开始摆烂了 你知道我 我我刚才跟你你们讲 就是说嗯 你摆一天是一天 你拖一天是一天 其实是说我自己好吧 我自己是真的 我有点我有点 心里交错了啊 他这什么意思不都死进来了吗 啥意思啊 这是 这是啥意思啊 你这得搓他一下 六 五 四 三 我他这死的我都不太会了 就随便来一个吧 点一个 哎呀我点一个真是打将了 又没什么太大意 左右 哎呦 你知道有时候下棋不是我正常爱下 是因为我在逃避某些事实 某某些事情我在逃避 好吧 嗯 可能有有有多关注我下棋的一些棋友们 就会明白有些时候 我我莫名其妙 在有一天内下了什么十多盘二十盘 或者说啊 这段时间内年下的十多盘 其实我是现在逃避 我逃避什么呢 我在逃避作业 你知道吧就是那作业 我真的不想写了 我不想看了 因为我看不懂我也做不出来 我也不想 不好意思去找老师 因为这个问题对老师来说太简单了 我都简单的不好意思找老师 但是我自己又做不出来啊 我自己又不想做 所以说就是逃避 就是用来下棋 是我最好的一个逃避的一个一个地方 是吧 就这里方这个在棋上呢 我可以找到 我处于我自己的这一份安宁 因为我擅长 我喜欢啊 我这个事情很擅长 嗯 怎么下都行啊 今天说怎么下都赢 对吧 因为因为我擅长这个东西 所以呢 今晚是短暂的逃避一下 大家长呗 那我不知道现在我对手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啊 呃 欢迎加入他吧 就是我只说欢迎加入啊 欢迎加入我们这个精华的大北这个 呃我说我也懂什么 这里我我顶住吗 我看我用一次用一次 刚才跟你聊太嗨了 我就其实我都有点行 都没有注意 他怎么一直往我空里拱啊 还他要干嘛呀 这什么意思 7 7 6 5 神志不清了有点啊 顶住呗我顶住的我不知道他干嘛 欢迎加入我们学校清华这个大家庭好吧啊 我还加入我们的 Family啊 这个班一个其实我也没看懂啊 他他这串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他可能在拱我的空吧 哦他怎么还要往里拱啊 什么意思就是 哦有点精神奇耶 8 7 6 5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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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7 5 5 ,6 他被他搓来很难受 他在我肚皮里搓来搓去的 搬了 拱了 拱了那么多下 还要拱呢 好像得跟着长 真的很难受 这我 这我还能怎么办 这我只能给啊 这 哦他还要往里捅哎呀 他真的很讨厌 我我等下我想一下 拐一个 捅的话我沾上虎什么的 应该没什么气 那我吃过去算了 我就不要再倔强了 哎 吃这个还有一跑哎呦 还还还太挺 哎 没用啊 吃 吃 吃吃呃呃没用 把这个提了我下面飞一下 9 8 7 6 5 4 3 这一天 吃一下 有些人就讲说我上学是为了这个谈恋爱学什么谈恋那么哪有时间谈啊 天天就是就是我我首先这个比赛有一大堆了作用有一大堆谈什么呀谈 呃我想的就是不打一七不打一处来好吧 哎呦我真真天天在那里干嘛一样 我冤呐我真的好冤呐 那现在就有一个这个谁啊 这个静静啊 这个静静这个阿党啊 这个能就能够给我给我讲给我讲话 那实际上你你你还想着那些事情 9 8 7 6 5 这个我把断死是不是这期就拿下了 我我再点一下形状判断啊 9 8 7 6 5 断死他我断死他我断死他 断死他然后 我断他冲出来我哎就这样下巴 哎哎哎谁谁谁我脑袋疼 脑袋疼脑袋疼 哎这几部好臭啊 哎呀天 打吧 我先去唬一下 我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9 8 7 6 我也唬一下哎呀臭了臭臭了 这边下巴 我这几部超级臭我发现超级臭超级臭无敌的臭 没事 9 8 7 6 6 9 8 7 6 9 8 7 6 不够了呀 我能不能立在一路 那种邪恶的相遇 不太便宜好像 不太便宜 这样吧 9 6 7 6 6 9 6 7 6 9 7 6 6 9 7 8 8 5 4 3 2 1 靠拐拐拐吧拐一个 这个心中还学着软一点 我我想去回下面的 这边这地方 9 8 7 6 靠了拐就好像死了吧 靠一个靠了零班 靠了零班 9 8 7 7 6 6 6 靠了软 靠懵呗 我不想算了 不想算了 就就来呗 靠了 你死不死吗 你死了 你应该不够了吗 你不死你吗 5 4 3 2 阿牛那你算去啊 你再再打个箭啊 你不你算去啊 好班不死你 9 8 7 6 真的人上人的生活 我特不羡慕你们知道吧 你们你们可以边上学 编那个那个那个 呃 其他做自就自在做你想想做的事情 这样吧 我觉得我 我做不了 我只能说我很我很羡慕 我很只很很羡慕你们 你们能做出了这样子 非常羡慕 6 5 4 3 2 全都是泡沫 那是他死了 他下面那个子被我吃掉了 被吃了 啊 9 8 他死了 他死进去了 他死进去了 不会不行吗 这鞋 他还不赢 我真的很绝望 好吧 这还不赢吗 哦 他往哪下呢 9 8 这什么意思 6 哇我最后一读秒了 我的天 3 2 1 9 我没有打勺吧 我刚才我没有没有姜可以打了 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我只能 这么班助应对 他不会有这种气吧 没什么 这什么意思 9 8 7 6 什么意思 我吃他要干嘛 4 3 2 吃呢 9 8 7 6 5 4 3 2 1 哦 他有这种气啊 还有 9 8 7 6 哎呦我去怎么办我 4 3 2 1 我 丢 他还真可以这么下 我 我真了 9 8 7 6 5 5 4 3 2 1 算 哦 我都我我到我那矮麦了 我那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这个这个我都听不到时间算就没就亮了 班不胜负啊我猜啊我猜是班不胜负 8 给他们摘不摘回去了还好很不爽 9 8 7 6 5 4 9 8 7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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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加进去我不是毕竟敢 9 8 7 6 5 4 3 2 1 算了算了今天也算了 9 8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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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这个 接这个是什么意思 9 8 7 6 5 4 3 2 叫进去 9 8 7 收关 还拐下来简单 8 双一 双一 谁赢啊 你们谁帮我点压控 谁赢了 帮我帮我点一下 好吧 我点不清啊 著名的不会点目 谁点目点得快 帮我点一下 快快快 快帮我点一下 帮主帮 帮主播点一下啊 加一个 8 我去 这还能 这扣我两目起的 9 8 7 6 9 8 7 6 5 8 赢了 那很轻松啊 哎呀别神经我了 去做作业吧 啊 挡 挡挡哥啊 去做作业吧 今天我也不能下太多起了 明天周一了 嗯 我我找一个稍微 稍微那个水平差一点的下 好吧 我找个水平 不是水平差一点 不不不我说错话了 不好意思 我就找一个 找一个能够放松一点的对手 好吧 我找一个放松一点的对手 或者说我当陪练 当陪练 我找一个 谁啊 我翻一翻啊 彩虹弧线 这 这什么 一平 朝陈亚 拒绝的啊 他刷了 看看空间的 可以 可以下的 不知道怎么就赢了 刚才其实就是收关 进入这个铺地板的状态 然后关子关子没有亏就赢了 因为前面前半盘应该是优势的 不用看决议的 你们看也估计也是那样子 前半盘还可以 后半盘没有亏顶住就赢了 很简单 没人下 没人下 没有棋手可以下 我都开着 你看我都没有拒绝对局邀请 我是开着的 没有人申请我 你看 没有棋手申请我下棋 有人向您提出对局申请 嗯 嗯 嗯 首先我看你们老讲我什么韩国女子围棋教练 你知道我现在我是国际主义精神 不是说我是韩国女子围棋教练 我可以跟你国内的女子职业手下棋的好吧 没问题的都没有任何问题 男女不限 你说搞个什么第三性别 我那我不清楚 那你就男女我是不限的 都可以下 下是没问题的 有人向您提出对局申请 试一下 试一下 他才不下不下的不能怪我了呀 是吧 你这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啊 嗯 没没没有学习上是吧 你看 这是谁 啊 拍羊啊 那那那那来不来吗 来 来了 好吧 来了 怎么下 非先吗 啊 非先吧 对局 开码开码 为了让你们 为了给你们证明一下 我不是韩国女子教练 韩国女子教练是那个谁来着 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不是很清楚韩国那一套啊 反正不是我 嗯 我也会跟中国女子起手下棋的 自身陪练 那 全球女子教练 我喜欢这个称号 好吧 全球女子教练 我现在突然发现 我除了开直播 才会下棋 平时都不下棋 我真怕我以后下棋的时候 突然就 跟你们的又来两句啊 这个棋怎么怎么样 那个棋怎么怎么样 真正式比赛的时候 就突然来两句 你知道吗 我这次比赛的时候 我都都条件反射了 我都想着跟你们来一个虚空 虚空互动一下 看啊 我看下评论啊 小的 人家都硬 什么他都哪 我都跟着硬 有够认真的啊 有够认真的 我和属下棋都很认真 特别认真 你看你看这个棋 我也一样一样 全力以赴认真对待 现在开始读秒 现在开始读秒 检验一下 我们这个女子职业棋手的 这个橙色啊 那潘洋其实我 也熟啊 小的时候一块长大的 现在他应该是 女子 在下女子职业联赛 是不是 你在我在 女子甲联赛 我我我其实不是 最近都没有沟通过 我不知道 9 8 7 6 5 4 嗯 嗯 原来是有时候 跟那些块摆棋 摆摆棋 是真的 嗯 以前摆棋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是非常欢乐的一个气氛 不限男女啊 我们是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一个环境下 就是 经常会摆出一些很有趣的棋 然后也有一些比较能言善变的呢 会有一些很很牛马的一些一些鬼马行空的一些棋手的想法 那时候我们都会哈哈大笑的 那其实后面我才才才理解才发现啊 那些那些鬼马的棋手 他们摆的棋都是AI的首选 他就是在当时不理解 你知道吗 当然那不理解 当然没有人理解 你下这个棋跟传统的不一样啊 你问你 你这个就是这搞笑 你就是这个逗我们玩逗我们乐 我来一看啊 这个AI也是很可理不起 啊 欣慰一笑 那那个是谁我就不说了 好吧 懂得都懂啊 那个有那个天马行空的思想的人 然后在当时摆出来被人嘲笑的 那个人是谁 我就不说好吧 看直播了都懂 是吧 最后被AI证实啊 他这个他的想法是对的 他的想法是 别人都是下错了 是吧 他就懂得思考 是吧 这不仅是说这个 他是他才发横溢的一个表现 是他日益月累啊 通过大量的对局 思考中得出来的 有些人不是思考 他麻木的服从 他就是原来你那些骑手吓什么 他我就跟着吓什么 你不用思考 你当然你是不会错啊 对不对 你跟着大家就是跟随大流走 你不会错啊 你错不了 是吧 你错不了 但是你你你也不会进步 真的 你对这些骑手没有思考 也不会进步的 懂 懂吗 我们都懂哈 其实我特别经常那种 有思想的人 有思想的骑手 还有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我还欣赏 那你就问我了 现在的AI的这个时代 你怎么才能和别人不一样的 是吧 那你怎么才能赢呢 难道是我天天就白AI 我就能赢吗 不是这样 好吧 因为我只能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那继续怎么赢 你怎么去把这个 你学的东西转化成你你实用的东西 转化在比赛中你能够用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是不会教你们的 我只会教你们哈哈 傻乐 因为教了你们你也不懂我在说什么 啊 就是就交给时间去验证 好吧 就交给时间去验证 呃 他这个棋的话 其实 我觉得这个 前期布局还是白棋比较成功的 白棋稍微比较成功一点 黑棋这一串略显呆版 五四 不知道这个 对有没有在看我直播啊 就是动画的时候可以给你 摆摆摆一摆啊 这个这个是 这个前面旗下的一些问题 呃 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呃 可能是子效率有点低 不过这期限其实是还早 还早 都是一些 呃 比较概念性的局 可能AI判断 我未必便宜 但是我我我我自认为 大概的这期应该是我还不错的啊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你讲的子效的东西 子效一定要高 你效率比较高你才能赢啊 这是我是不是可以不长啊 这冲 七六 长一个我想一下吧 四四三二一 那我尝一个吧 要尝一个吧 我跟着走呗 尝了这里小尖啊 哦小尖一个 行吧 小尖 小虎 小尖小虎 小尖小虎 小尖 我能不能立下呢 立下可能要反击 还算了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嗯 九八七 我等会儿等会儿是能不能飞啊 这些飞他可能要冲断我 四三 可能好得有线 跳出来 还是尖顶啊 还点这个 点这个的话 九八 点吧 哎我来来搬一个 搬了打吃一下再挡一个 九 这下也没问题的 大家都没问题 再听啊 五四 三 二 一 好像应该是尖顶的斑毡的 应该是尖顶的斑毡的 八 七 六 五 三 算了我跟着他 那我直接顶断他吧 顶断了尖出来 搞大的 嗯搞大的 九 八 七 六 搞大的 四 三 二 搞大的他这里有这种挖这种气 没什么用啊 挖了就尝一下 九 八 我尝出来吧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发力了 我发力了 我开始冲击了啊 对他这个啊 薄形开始冲击了 他最薄弱的地方 发起 猛冲啊 第一次冲击 第一次发力 整盘起的第一次发力啊 我计划在整盘起发三次力啊 直接就是拿下 第三次力发完以后 这起就胜负也就明朗了 好吧 这是第一次发力啊 但第一次发力很通常不成功 因为这个可 起码很大 可以周旋的地方也很多啊 我第一次发力 就像一个转换 我吃中间他吃我的脚 是吧 嗯 我那久久就这样死了 但是也没有关系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三次力啊 三次力啊 三次力发三次力 他第一次力已经发完了 然后我现在要看怎么善后了 三 七 六 五 四 三 我能不能活一块 求活好吧 别杀我 求活 九 我来能不能 能不能 再见面 九 八 跳一蹦一个吧 那金顶这是什么臭气 八 还是要把中间吃 中间打 六 五 四 一碰美 一碰美 三碰美 三碰美 哦 这个地方能不能搬一个 搬一手后手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哎飞一个才会不会靠断我 靠断就靠断了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嗯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搬一个吧 算搬一个 不知道该走什么 好像好像这地方 每天火他也往里点我 怎么不知道怎么办 九 八 七 六 肩充了 下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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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小飞机 中间搭一个小飞机 我等我碰他 好吧 发起第二波冲击 大的来了第二波来了啊 碰他 他敢走别我就碰他 他在这里敢步步我就碰他 灵光火石的一碰击 就在刹那间出刀你知道吧 九 八 巨核展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这个日语二是怎么说的 这个UP美是吧 用UP美还是UP 忘了二这个怎么发应啊 哦其实他他取得了迂回啊 那我就算了 是吧 我就就就这个就就 他丢啥我就减啥呗 9 8 7 6 5 4 你碰没 你碰没啊 你碰没 ok 9 8 7 这两两回合都搞完了好像形式也也就那样了 搬 搓搓一下啊 他可能会长 我猜 9 8 6 5 4 3 2 嗯 不错下的不错啊 全部全部接上啊全部都给他拉出来 9 8 7 6 5 4 3 2 1 这个点 9 8 7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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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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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所以我,来一个吧 飞靠出来呗 好像没有第三层发力的地方 不急吧,慢慢等机会 看懂我这个手势啊,看懂我这个手势 随时,这个准备出刀,好吧 9,8,7,6,5,4 看看这个 9,8,7,6,5,4,3 4,4,4,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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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5,4,5,4,4,4,5,4,5,4,4,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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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4,5,4,4,4,5,4,4,5,5,4,5,4,4 这净备出刀 他得发力的 这不是我发力的 他得发力的 那你看 我都了解他 他往这里顶 算了算了 我迂回 迂回 让他过 我自己就就就就就把这些子 都连连上吧 我们玩个 我们小时候 我小时候很爱玩的游戏连连看 把棋子全部都连上 你这个的话 你这个我就接上 我要把这都全部连上 快乐连连看 好吧 我去他怎么还要搞断我呀 好凶啊 凶啊 真的很难 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 冲 还冲这个呀 二宝一吧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我是不是应该先点他一下 哎呀 这个棋 此时没有下好 不过应该磨得大四吧 他切我 苦雷挖一个 我苦雷一挖 呃 四 挖他断吃 跑 我先断也可以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打一句不完 打一句不完 没什么问题 第三次发力 直接把他这里扭成一个鱼形 五 四 三 三 降了是不是 呃 我先冲 还先耶 卡梅隆 耶夫 五 四 三 二 冲击 冲一个 9 8 7 他 哎呀 哎呀 怎么这个 贴过来 帖冲过来 九 啊 完美 别过去太完美了 九 哎呀这这串真的太完美了 不如我说啊 真的是太完美了 这一几 这绝对是半身不随 半身不随 这 啊 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一个棋子转换 哎太完美了 太晚了 太享受了 太舒服了 提莫记 不用想 就接着上就行 请你拍摄看一下 也没赢多少 我以为你很多了 嗯 8 7 7 9 8 7 6 5 4 为什么这些行刊觉得我没了好多少呢 我得反思一下原因 等一下 这个墙 这个 挡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10 12 4 3 先是判断你的 野狐精灵的水平不行了 这个这个是真的 我没带给你们开玩笑 野狐精灵如果是信他的话 你的旗也不用一下 我其实是跟这家点击的 我给你讲 这些顶多是节目效果 因为你点的完也没用的 他判断不清积水 他得自己用嘴巴 用你的脑袋 就是认真地数 像小学竖水一样把你的空给加起来 大概判断多少木齐 然后对方多少木 这样你呃 这样你才你才你才 啊 我才认可你达到一定的水平 如果你只看这个形式判断 我觉得你这个水平呢 呃 可能 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不过这个东西是一个辅助的工具了 你正是比较重 你也不可能有这种工具 搬 搬残 搬残一点啊 我这些小飞机这就不是出事了吗 那补齐啊 那补啊 这你不能就放这里不走了 啊他真真敢 我先去小飞机一个 我没算错吧 那这种地方我算错的概率特别高 朋友们我算的概率特别高 所以说就算死了你们也不要太惊讶 啊 出奇了你就当我允许好 好吧 就你们就当我允许好啊 出奇了你就当我允许好 我 有点 太大 天空又全部都活出来了 哈哈 可能发行要排30 哈哈 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人向您提出对局申请 主要问题出在前面 前面我看一眼 这个地方呢可能不能跟着长了呀 我看一眼这个决议怎么说啊 这个决议怎么说 我我得把这图层还得调出来 我怎么添加素材啊等一下啊 添加一个窗口 好就这个好 第36啊就是就是他不能不能跟着长 实际上是他跟着长了一个后 呃嗯 嗯你看我82 嗯就是说这具案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其实我不用看绝衣 为什么我就能知道这个地方可能黑棋亏了呢 就是说这期不应该这么下呢 嗯 也是日之月贼的一种感觉吧 这种这种围棋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一个游戏 好吧 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项目啊 不是说这个我有多天才 我有多神奇啊 这个是 就是就是平时旗下的多了 然后认得多了 就自然就有这种感觉了 嗯 你们如果认得多也行啊 你们认得多也能拿这个问题是不是 聪明的人都是就是啊 天才的就是呃 勤奋啊加上这个天赋啊 你们见得多也有也有希望拿这个问题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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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铺灭发力完以后 可能这个棋 送去肯萨萨萨90多了 对92了 我坚决是首选 学艺怎么这么认可我的棋 你不要模仿我好不好 不要不要抄袭我的思路行不行 求求你了大哥好吧 不要模仿我 所以我追你的一个很小的要求 好吧 我这样就捡点一个 我这样就捡点一个 嗯 嗯 嗯 他改了模仿我 我现在他就跟他下哪 真的挺没意思的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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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真别血啊 真别血 没心 我这个upman是不是首选 我看看 nip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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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他不是首选 我没这个选点啊 看这个选点是一个恶手啊 我看看这个选点会发生什么 我碰上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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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他给他给他不知道我的思路也也是挺正常的事情 向您提出对局宣情 嗯 那不下了今晚上不下起了累了 我累了 啊 不是 他要顶一个 他顶回来 嗯 嗯 嗯 看一眼看一眼那个 像绿啊 就不要模仿我知不知道 就是说他他不要不要总是模仿我的这个这种下棋的下法这样的不要模仿 我觉得你有你可以有自己的思路就是 这决议是他可以应该有自己的思路也可以有自己的思路 没必要总是模仿的 是吧 啊 没必要 没必要 好吧 AI可以有自己的思路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嗯他很倔强的自己先唬一下 其实都是绝对先有一模一样的事情啊 哪在去学他可能有点不甘心 你知道吧 就是完全跟我一样的话他也不甘心 所以说这种地方在这里先走一下 再走这个 呃 这两个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起啊 他但是他就有点不甘心 可能 我呢感觉他的他的 这个 也不甘吧 不甘和我一模一样 那我们可能就他没什么机会了 这是这个胜率的看的话 是吧 你别你别你别再问为什么我这盘机能记下来了 你知道吗 就因为这是一个基本就是直接起手 也基本的一个一个素养嘛 你说你下完棋 为什么我能记下来这盘棋 而我又经常说我记得不好呢 因为因为我其下的其实有逻辑的 你们不懂其你看不懂背后的逻辑 所以你自然记不下来 为什么我能把这个棋给摆出来 我我知道这个棋为什么往这里发展 也也是长期日月累的这个这个这个训练 然后努力才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这个说说说实在话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你不用再纠结 为什么呢 每个这些时候都能把这个棋谱给记下来 我们都能全能记队 我都可能都做得不好的 嗯这个是一个很非常小 所以一般 90%的直接起手吧都能做到吧 我觉得说少了可能95%吧 看一看这个时候 你就讲故事一下 你如果说你记那个一长串的数字 你可能记不下来 但是如果说你给这些故事赋予生命 赋予那个赋予内容的话 就应该一个联想的一种一种一种记忆 那那么说就是说说明就不是说明 这你这样记的话 你就能跟记住更多的东西 我怎么说就83了 不用了不用了 他这应该可能要断吃下面 断下面我觉得不一定 他顶持可能不行 哇 你还是83 就你觉得不要太认可我的气 认可我搞得我很虚 虚你知道吧 我搞得我很虚 你为什么要这么认可我 你有什么目的 我要试试试试你的 你看刚刚我他自己的图是83 我这图也是83啊 干嘛那么认可我的思路吗 Lun 서�ster 好的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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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可以买的 实际上它中间全死的 你自己转了不成比喻 大人说99.8 99.8到99.5之间 98.8差了一个 预估有问题 预估模型有问题 估计错了 大人看起来 很饿了就要吃东西 想吃的时候就要吃东西 不要苦了自己 不要委屈自己 好吧 他喜欢今天下集就到这里吧 好吧 最近 我又收到了很多的私信 不是私信 就是邮箱的留言 所以说 我就 就让运营帮我整理这些问题 不好意思 这个这个那个派杨给我发消息啊 他我我我回复一下我看一眼 嗯 嗯他说他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那个我给我跟我一下 嗯 嗯 前面是不太好 后面其实你有点机会八十 百分之八十几的时候 但是我有点不一定 怎么会再看一眼 我看来开玩笑的啊 这 嗯 这里我让我拿下错了 我就不纠结了 嗯 那种环境有点复杂 我前面可能没有注意到他这里可以发力这里我粘有点水手了你可能应该贴一个 哎我这样怎么只有57了呀 看来这波 我他并不是很认可我啊 老是有点危险我有点危险点 嗯我应该我可能先挤他一下 嗯 好吧 这段时间输满太快了也没有太多可以讲的因为 呃 15秒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一种超快期就是一种感觉的训练的 其实你对你的 你的这个 你这个 正式比赛说有多大的帮助 我觉得 可能性较小 我只是一种感觉上的一种 一种一种恢复 因为你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你不下棋了 如果你下一下15秒什么的 我觉得 有可能啊 我只说有可能 呃 有助于你恢复棋感 那你恢复到就是说一个比赛的状态 嗯 我有时候时候喜欢下一下15秒的棋 但是因为啊 我手有点生了 那手生的话 你得多练起 对吧 那说了一把棋很快 你就多练 你多下 多下就有好的 有好的这个 呃有助于这个恢复恢复手生的这种感觉啊 嗯 那手热一点 对吧 我们一定要有这种 呃下棋的那种感觉 所以 那我现在一般那个恢复手感的话其实就是 直播了 对吧 那这是第四次直播了 所以呃 我我总我直播下到几番棋啊 啊 我我所有的棋啊 从第一次开播以来都是在这个直播的情况下下完的 啊 这就像你们在监督我下棋一样 平时我都不想下我懒得下 你们在监督我下棋 别人都啊 你们在监督我们 监督我成长 啊 那行吧 围棋啊 这个 主播比较擅长的这个围棋啊 就今天就先 先这个到这儿好吧 先到这 我来看一眼这个流畅里的问题啊 我看一眼啊 你们稍等我一下 啊 我先念吧 有关工作啊 但是家里不支持我继续学习 还说我给家里负担太重了 但我自己给自己找了兼职 平时也不乱花钱啊 至今也没有买过价值超过一百块钱的护肤瓶 家里还是想让我去外地工作 让我拿工资帮家里还钱 那个工作不仅在外地 而且和我的专业不对口 我真的好难过 我也不想去外地 我想好好把日语学完 我以后也不会想到这个什么工作 因为争执 我把六年没有剪的头发都剪了 我该怎么顶住压力 努力学习呢 我去看 嗯 首先我对你的家庭的情况 我表示同情 我觉得你应该继续坚持你的梦想 你想从事学日语 然后从事相关工作 关于家里的不支持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家里既然让你背负了那么多的负担 他也没有什么资格不支持 他没有资格对你这手画脚的 因为其实我看你的情况是 你家里让你还钱是吧 你也不乱花钱 你也用超过一百花钱的护肤品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 我不知道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懂事 非常优秀 非常努力的一个年轻人 我对你的境遇表示同情 但是如果说你是这么个情况 我觉得家里人也不应该对你这手画脚的 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好吧 也没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 我不是乱说 我是真的觉得你可以去追求你的你想做的事情 因为家里也没有人应该对你可以对你这手画脚的 你你都这么这么努力的 我觉得不应该谴责一个有梦想又有努力的 为之奋斗的这种年轻人 我就觉得不应该 所以所以我觉得你你应该你应该为了你自己的这个梦想 为了你自己的这个 呃呃呃 想学这个日与同事相关工作 为了你这个想想想同事的这个方向去努力啊 嗯 加油吧 好吧 加油 我可能也帮不上你什么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呃能够坚持自己的自己的想法啊 我希望你你能够快乐一点啊 当然现在对你来讲的话是挣钱是最快乐的对吧 所以说你可以考虑就是说啊 你可以考虑就是呃像这个从事日语方面相关工作 哪个钱多一点就去哪里啊 把钱挣了对吧 因为家里确实是现在不太宽裕的话 呃 挣钱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 希望你让你开心钱 挣钱能让你开心是吧 嗯 希望你真的大钱发大财啊 我今天只能把这个祝福的话放在这里啊 希望你希望你能够坚持自己啊 我我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可能会坚持自己的自己的想法 真的啊 好 这个 下一个 科学大佬 嗯 你好 我是因为之前为假逃跑被你记住的那个女生 后面在野狐似乎也不愉快 希望你不要介怀 逃跑 野狐 哦 我先不想那个逻辑我先读啊 换作是我 我也会觉得这个女生很奇怪 大概这是特意搭讪又没有准备好的结果 长经验了 233333 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的 竞技体育的魅力不会因为AI的出现而褪色 我有点懵啊 其实我有点懵 逃跑 是我逃 还是你在逃 我逃 还是你逃 为假 野狐 我这个人不是很记事啊 这个从这条留言 其实大家可以侧面的反映出啊 我是一个非常内向 非常害羞的一个人 你知道吧 我特别怕事 我特别怕 我特别怕这个别人对我突然就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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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我不适应的关心 你知道吧 我特别怕 我比较喜欢一个人 一个人这个 这个 这个 一个人比较自在 我也 我我不知道 我现在还主要不是没听太通 听太懂啊 是你逃 还是我逃 我有点不明白这个 那你是不是跟我搭讪过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这个事情呢 是你跟我搭讪 啊 那也是啊 嗯 而且也没有什么不愉快啊 我不知道有什么不愉快 可能是 是你想多了吧 没有没有什么不愉快啊 我 你支持我 我还跟你闹个不愉快 我 这怎么会这样的事情 不会有的 好吧 谢谢你的支持啊 也请你以后也也不必多多支持我啊 好 也不要这个想那么多啊 我们没有什么不愉快 也没有什么 这个你逃我逃的什么的啊 好吧 谢谢你的支持 我也会继续努力的啊 下一个 爱丽 王陆瑶 柯杰 哥哥你好 可能你不会看到 这封 email 但身为 冲断少年的我 还是想 问你一些问题 但愿你可以解答 我是一个女生 学棋的时间比较晚 十岁 你已经定段的年纪 我才刚开始学习围棋 我在杭州的围棋学校 学习了五年 一直有努力训练 为了定上段 甚至放弃了文化课 后来因为年纪的超龄 就离开了学校 前往豪中的围棋道场学习 又过了两年 17岁还是没有定上 花费的钱也不少 每天在我的记忆里 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 除了在骑士下棋 做棋 就是在往上下往棋 重复着枯燥无味的生活 但没天赋的我 努力了 还是没有什么用 今年我18了 身边的人包括老师都劝我 不要再学习围棋了 不是这块的料 但我发现 我是个没天赋却也是个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人 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甚至患上了焦虑症 因为没上学 也不是有什么成绩的职业棋手 无法通过单招上大学 学习英文也不好 更无法出国留学 虽然现在的围棋 已经没有年龄的考级限制了 我自己心里也有答案 但还是好纠结 我不甘心放弃 但面对每年数万的花销 已经日益成长的年纪 和不得不考虑的未来 所以想来问问 你这种既有天赋 又努力的棋手的意见是什么 此日敬礼 2021年10月3日 一位冲断大龄少年 首先这个问题啊 啊你们说一点假的 我觉得有点有点有点过了 这这个一听就是真的 我明白我明白明白这个这个焦虑的简单单 因为我之前也为这个焦虑过 这个是真的 这个事情是真的 很多的棋手不会像我这样 就是说可以 可以 说得上阳明立万 对不对 可以说在我这个这个领域内出尽了风头 是吧 但是绝大多数的真实的写照师 他们没有达到我这个成绩 他们没有我 我 我可能我这么好的天赋 或者说他们努力的方向 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想想改变也也也来不及了 可能很多的方面的原因 但是 没有成功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的命运 这一点确实是禁具体育的 这就是围棋本身的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地方 呃 所以你你讲的这些东西 我我都能特别能感受一下牲畜啊 如果说我出不了成绩 我一定要一定会跟你有一模一样的 这个这个无尽的这个苦恼 可是我这个苦恼呢 是在我17岁那年才消失的 因为我17岁那年呢 我拿了世界冠军 但是你和我现在那时候是相同的年纪 你没有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你还在为这个冲断 为成为这个职业棋手 燃烧你自己的青春 对吧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位妹妹 网络要妹妹 你你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包袱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包袱 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为了梦想而努力 为了梦想而燃烧生命 燃烧青春的人 他应该不应该受谴责 更不应该受冷眼和嘲笑 因为你已经努力去做了 你你已经 你已经你已经非常精力的去 为这个方向去努力了 是吧 或许你没有得到 你想要的回报 或者家里对你的期望 但你不应该灰心 你值得被尊重 所有为了自己梦想而努力的人 都应该被尊重 我不知道你具体的一些情况 我不知道你现在 起立到达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但是我至少通过你的这封邮件 我认为我认为你你要坚持下去 别焦虑啊 不要焦虑 我确实不能改变什么 因为围棋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以这个成绩论的一个一个 因为确实是 如果你成绩不好 你自然就会受到冷落 自然就会受到各各方面的一些压力 但是我觉得至少你在努力这一上面 你不应该受任何谴责 你应该是受到大家尊重的 受到所有人的尊重的 对吧 我觉得也不应该取钱的一个 为了努力 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无论你无论你成功与否 我不应该以这个成功 毕竟这个人的努力有没有价值 我觉得你你只要努力的 我觉得就应该受尊重 好 其实其实这个这个这些事情吧 嗯 也是围棋人的一个 一个一些比较大的困惑吧 就是你说把它当作一个爱好来学习的话 其实你你应该是从这种管上到快乐 对不对 我想看我直播的朋友们 大多数人啊 其实都是都是觉得我好玩 或者觉得威胁好玩啊 然后我觉得很看我直播 看我下期很开心 那么 那么所以说才会去来看啊 来来来 但是如果说真把当成一个职业的时候 你你可能真的是受到煎熬 因为因为你要面临很多实际的压力 比如说你你现在上不了学 对吧 你因为因为你年纪大了 然后也无法通过他 你你上不了学 然后你又这个成绩又不好 你应该怎么办 你要我回答 我也回答不上 我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 所以这是一个很很现实 我又无法解决的一个一个矛盾 一个点 你应该建设你的梦想呢 现在应该建设你的梦想呢 还是应该说是啊 现在我努力开始 这个学习功课啊 我的恶补功课是吧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不知道弹幕 当然这个发弹幕的这些各位朋友 你能不能帮忙忙啊 想想就想想主意是吧 你们多出一点这个这个主意啊 所以我只能说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啊 我这怎么什么什么情况 我这说 我是不是什么 这怎么有人疯狂用我的账号去验证啊 哎什么情况 谁干的这是谁他们谁干的这是 什么情况 不是泄露了呀爆破我的手机的谁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不是泄露了呀 好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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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又得画手机号码 谁干的呀 这谁干的 还没素质的 不断的用那个 我手机爆破 爆破我手机 疯狂发验证码 想一晚上 刚才想到 现在还在想 太缺德了 太卑鄙了 你知道吧 这种人太卑鄙了 太缺德了 全是验证码 什么基金信托 什么东西 全都是验证码 谁干的 这是 都验证码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讲讲的反反那个反反诈骗中心有没有这种只有知识遇到疯狂爆破验证码怎么办啥意思 感谢观看 我把换手机把换换换换换码了又得换了 反正是网络信息时代就真的特别不好你知道吧就特别特别讨厌特别有些信息泄露对一个人的困扰是特别大的特别压力 行吧 直接往前播 我直接问了 一个ID叫做帕奇西瓜老师的 杰宝你好 我是一名大学教师 同时也是个超级企名 从14年VGTV开始粉你 关于上次直播时提到的数字规则问题 我也经常想到你和于老的一些方案 我曾经也都想想考虑过 不过 不过最终我想出一个限制最少且奇迹最少的真心希望你能看到而且还更多人知道 除了大棋盘外 额外增设一个单独的交叉点 可以起一个帅气的名字 比如基点 这个交叉点只可以放一个子 这个子由黑方或者白方放什么时候放都完全没有任何限制 除此时将这一子一并计算也是可以185银 这个星引入的点等于多一个与任何地方都没联系永远的单关 这样的话一切都很自然 没有引入多余的概念 比如说后pass对双方形成也没有任何影响 但基本等价于六目半 趁着战略之后都依然适用 而且这个星的交叉点可以适用于任何贴 例如贴5目半黑夜84银 没有单独交叉点 贴6目半黑夜85银 有单独交叉点 贴7目半黑夜85银 没有单独交叉点 贴8目半黑夜86银 没有单独交叉点 以此类推 这样不用增加任何信息层面的概念 就能大大增加数字规则的精准度 非常开心 您也对数字规则的改进有过想法 希望您能考虑一下我的观点 谢谢您 这个方法其实跟 跟pass一手棋获得一个单关 是一样的 通过pass获得一个是一个半个子的概念是一样的 不过你这个概念是就是相当于简化一些啊 更加简化的一个就是让所有人都能搞得懂的 但不过这个也有一定的这个弊端 因为你多了一个基点了以后 你多了一个什么外面再增设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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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的话 你可能对围棋的本来这种简洁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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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盘棋子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因为因为你外面多出来了一个东西 本身围棋就是一副棋盘 那个一副呃一个一个棋盘一副一副棋子啊 一个黑一白嘛 那你就多出来一个东西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于 很很多很多地方来讲啊 其实很难接受的 你把端门的放出一个东西来 然后对着一个季节 你361个点别着362个点 呃这个嗯 虽然你说的这个可以解决掉这个大部分的问题啊 但是 要多出一个东西啊 还是在实际情况下来考虑的话 其实比较复杂的 只是比是比较可能可能 呃确实你的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也可能增加了一些麻烦啊 这个这个点我我现在暂时没想到其他什么麻烦 但是我觉得呃就就就破坏一个纯粹性来讲啊 他就为了这个规则能贴7目半啊 能能能贴7目半的规则来讲的话啊 能贴6目半的这个规 而且必须用中国规则的情况下来来的 是是是是一个比较 比较往后退的一种办法吧啊 就是我觉得如果不是真的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这个方法可能可能不是很太合适 因为因为你要多多出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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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放放放 单观的一个地方啊 等于说366个点别362个点了啊 所以会有一点有一点奇怪啊 而且只是单单单单为了解决这个黑极 在这个这个中国规则能够贴6目半的情况下的这么一个问题啊 有点复杂啊 就会我怕把这个简单问题又搞更复杂化 对啊好 那我今天就到这了 谢谢谢谢你的那个那个提问啊 谢谢这位这位老师的提问啊 其实其实是有餐口价值的 但是可能会可能得得得得得更加的呃考虑到实际应用的一个情况啊 啊这个这个问题也挺好的 确实确实你想了很多也想了很棒 好那那那那今天没什么事的话我就下播了哈 我回学校了 好吧 没事啊睡觉去了 回家睡觉 9点 这不应该睡觉了好吧 好对了我还要回答一个问题等一下 我想一下 嗯 啊算下次再说吧 好 呃也可以这次说 我想一想因为上一期 呃不上一期又 呃上一次直播的时候 有有有一个一个一个同学问我说 他现在嗯面临的这个学业压力 然后还有这个就就职压力 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 特别也是特别特别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啊 不仅是问我是问很多这个 也当代当代年轻人比较迷茫的一个一个地方 那我这个学业压力很大 我应该不应该继续 我我上次回答的比较敷衍 我说你是人上人啊 然后你有这样的烦恼对吧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的不好 我现在重新回答一下 我应该认真的去对待这个问题对不对 啊我应该再展现多一些的真诚 我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一个人啊 你们看我这个直播也能感觉出来啊 我应该我应该再认真的回答一下 我想一下 因为我组织一下语言 呃 那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呃如果说你学习压力大的话 其实有各种方面的考验 那如果根据这个这个马斯洛的那个经典的那个需求层次理论的话 呃人基本上他是得得分5个层次嘛 一个是那个基本的那个生理需求啊 生理需求包括这个食物水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性对吧 食物水性还有空气啊 然后这些是最基本的一个需求啊 我没有决定我会死 你不要说我离开了这个 我我说我啊我离开了这个生理需求啊 我给你讲我给你讲理想 我给你讲那个目标 我们这个这个公司这个愿景 拜托拜托我我我我吃不上饭了 我都要饿死了 好吧 我我我我快饿死了 我快饿死了 我跟你讲谈什么理想 你我的理想就是吃靠那个 吃吃口饭 我也我有饭吃啊 我怎么样的把饭吃了 对吧 这第一层你给你得先满足 基本这种生理需求啊 食物水空气啊 对吧啊 所以 所以说那那么一般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日子也好了 对不对 这个这个需求 肯定所基本所谓 那第二个就是那个什么啊 这是是这个呃安全需求啊 不是安全需求 叫什么需求来着 嗯 嗯就是安全需求 对 那我就需要这个呃 一个安全的环境 我被人家打了 我可以报警啊 可以别人 那个警察可以帮帮我出 帮我这个伸张正义 对吧 然后我我这个可以把我这个社会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啊 那么第三个就是那个爱爱与这个这个爱与这个被爱的这个需求啊 我需要不是爱与被爱 这个社会认可的一个 我觉得我我需要别人认可 我需要我有一个有一个别人认可的一个也就是说我做的事情别人认可 然后我我我我我这个我做的事情 然后我我这是这个社交啊 我希望有一会到一个一种一种认同的感觉啊 或者一种认可啊 尊重于自我实现 对对对 尊重的自我实现 那在最最最顶啊 我说了这么多 其实最紧张最紧张才是这个自我自我就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吧 自我自我实在实现 然后最紧张的那个理论是这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可能还到不了那个地方 我们现在是一个尊重我们需要被别人尊重 我们需要被别人认可的一个阶段 对不对 那这其实这些同学的像我这些同学其实是 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说是完成了大概是这个这个被人尊重啊 因为你上了985非常非常好的学校啊 你在同学啊 在你的那个高中同学初中同学上 你是一个非常耀眼的啊 在在家长眼中你是个非常耀眼的一个孩子 你是一个非常有有意义的一个存在 所以说你这种认这种需求 我觉得都已经算是这个基本是实现了 对吧 呃 被尊重啊 你是被人的尊重的啊 你这个学校牛逼啊 然后你你这个孩子学习真好 你真羡慕你家孩子 你考这么厉害的大学 是吧 这么厉害的孩子 你孩子这么年轻 拿世界冠军的 那个家里挣钱了 你们好牛逼好厉害啊 啊 这种需求啊 我们这基本是达到了 但是我们现在达到的是什么 达到的是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啊 对吧 我虽然是获得了大人的认可 或者获得了他人的尊重了 可是我觉得我才不够 我要再往上一步 现在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演算到我自己身上 就是我还想要什么 我还想要更进一步 对不对 人的贪婪是无止境的 我觉得我贪婪是无止境的 我需要被我需要实现自我的价值啊 我比如说我拿了这个冠军了 我想拿更多的冠军 我要更加贪婪 我要拿更多的更多的冠军 而别人讲的你这种人就是更 在拿这么多冠军了 你拿获得了这么多的那个荣誉了 你还不知足 你还要我继续抱歉 我在实现我的自我的一个价值啊 我不显这个荣誉我不显多啊 钱我也不显不显多 我就是想要实现自我的价值 那自我价值的实现 又分每个人的定义和理解 也是都不是尽然相同的 那对于我来讲 赚钱什么的 其实都是往后靠 我希望我能创造价值 我能希望我能创造更多更多的冠军 对吧 不是创造冠军 我去我去实现 我去拿到更多更多的冠军啊 我拿到很多很多的冠军 那你说钱对我来讲 你多一点少一点 又能怎么样影响到生活了 我我最明显的一点就知道 你们知不知道 我现在可能是赚了一些钱 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那些东西 我还是最爱吃一些家乡菜啊 然后素食 是吧 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金拱门 可以啊 什么那些垃圾食品啊 我就爱吃那些东西 改不了啊 我这食物的需求 你说住哪里 我有哪里住都行 我在学校宿舍住也能住 在家里住也能住 对我来讲 其实我是想拿更多的冠军的 那我可能很多那些人啊 这是想赚更多的钱 要赶上自己生活 那那每个人的需求是不同的 所以说每个人的悲欢 还有啊你就是你的你真的能真的能能让别人理解的东西也是都不同的 我有时候是理解不了别人的想法 但是我并不觉得别人的想法一定是错的 因为我没有达到他的那个 没有和他有同样的烦恼 知道吧 因为因为我现在需求的东西和他是不一样的 那他可能是有很多需求 他有他这个这个就不就是学生来讲啊 他可能想学业上更加进步啊 学业上这个 然后啊 未来又更找更好的工作 但是对我来讲 我并不是那样子 我是说我希望拿更好的成绩啊 那每个人的他这个悲喜是并不相通的 这就是有差异了 我也希望每一个 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啊 实现实现这个自我价值 像那个那个理论好像更新了 叫什么自我什么实现自我超越是吧 什么超越哎 那这些东西就更虚了啊 那现在就对我来讲 那就是把这个予在下好啊 然后然后其他的把这个学业弄好 把你该起来该做的都做好 想不了那么多 想多了也没用 那你有时候其实你为你的人生规划了很 长长长长长 你的父母啊 包括你自己为你的人生 可能都把你的这个结婚生子啊 就都全部都考虑进去了 那没用啊 现实往往是变化的太快了 变化的太快了 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有些问题 你自己解决不了 别人也解决不了 我就想说这样的观点 就是你自己都解决不了的话 那么就没有人解决得了 每个人的 遇到的困难 他都问到的这个这个节点的处 那个困境 都是不相同的 很多时候你说我提一个建议啊 或者说你让我 我跟你的项目也不一样啊 我跟你的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啊 但是我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觉得想我想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一个人 实现自己的理想价值啊 我希望能能拿更多的冠军啊 我只能告诉你我想做的事情 对于你来讲的话 我觉得你尽力就好了是吧 还有很多人说聊聊着这个社会啊 我我我应该躺平啊 我我不想干了 我不想干了 然后我就躺平啊 就鼓吹别人躺平 那可你躺平就躺平呗 对不对 你躺平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啊 也我也尊重这些躺平的人啊 我不是说躺平不好 我都尊重 所有事情都尊重 但是确实你 我我们的这个无法共情对吧 我们无法这个相同啊 就压力也大 大家的压力都大 多大呀 每个的时候我下棋的时候 我压力都特别大 但是我尽量都不去想这些东西了 因为没办 因为你你觉得压力大也没有用啊 我也想躺平 躺平又有什么用啊 别人也不管你躺平 你你你怎么样子 躺平有啥用 我也没法躺平 我躺平了 我躺平了 这个棋谁来下 对吧 对那些韩国那些前二的 甚至是漂流环 有能有有几个能赢他们 没办法 我不能躺平 就是有的时候就无形中就给自己增加了这种弹子 没有办法 因为真的你你你你到这个程度了 你只能去只能继续努力 就好像有一股无形的手 他推着你继续努力 我只能我只能就是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 去回报其名们 对吧 那具体你们说啊 我这棋出什么问题了 我怎么样了啊 抱歉我也无法跟你说 因为我我自己有的时候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啊 有可能是压力大了 也有可能是其他一些什么原因 总之总之总之 天员万语那句话 我绝不会就是说啊 停下自己的脚步 我一定会要 我无时无刻就要提醒自己 我要我要继续努力 而我不是那种那种能闲得下来的人 我这对我来讲 我就是想拿更多的冠军 好吧 我停不下来 但别人怎么样啊 别人说啊 我想躺平了 我想我不想 我不想努力了 我尊重你们 我很尊重你们啊 因为确实压力很大 但是我只能督促我自己 我不能停下我的脚步 必须努力 停不下来吧 有的时候确实想自己 找个好好的放松一段时间休息一下 可是我又觉得啊 好像这个年纪吧 你说你这个年纪就就开始 有些时候话操就是理不操 这个年纪你都想休息 那就一直休息了 我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正在这个位置上 真的得必须不断的努力 所以说有的时候 也是高高标准 高那个高强度的去 去要求自己啊 去要求自己做的更好 我能不能再更进一步呢 我因为我虽然拿了很多冠军了 我能不能再拿更多的冠军呢 那也就是这个力气推动 我可以一直一直积蓄下去 年纪越来越大的 不是那那以前的那种 什么都可以不用顾忌的 就是就是年纪大 年纪这么大 好吧 看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问题我下播了 很多时候吧 嗯 就是很 有这种话无奈啊 无奈啊 没办法 嗯 普通人的无奈 还有一些成功人士的无奈 那些无奈 每个人的 男的东西都不一样 尽量站在别人的角落 都不考虑吧 啊 现在是这样 啊 看你们的问题吧 想听成功学想赚大钱一夜暴富 我再祝你成功了吧 毕竟有很多这种视频啊 就听懂掌声啊 你可以去去学习对吧 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我也想一夜暴富啊 对不是 在实现自己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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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以后这一夜暴富啊这多多美好的事情啊 我的技术又容易又赚钱啊那其上该也那么容易的事 是吧 毕业上很多啊你们可以自己去搜索 说哈是一种智慧啊 柯老师一般几岁孩子能看懂我也想说孩子学现在两岁 实况贵州茅台 嗯 我是 七岁啊 还是六岁我也记不得六岁到七岁这个这个年纪的时候去学的 其实我觉得孩子如果说你只是让他有一个兴趣爱好的话 你几岁都可以 每位系没有那么多调别框的限制 我其实才自由的 你包括你孩子什么时候学我就认为是很自由的一件事情 你想几岁学就几岁学啊 这个对他人真有什么大的影响啊 如果说你是让他爱好的话 我觉得你几岁学都不会有什么影响 至少我觉得我对我来讲学习的话是有一个正面的影响的 因为我最后真的走上围棋这条路是吧 我不走围棋这条路 我又在想回来走什么的啊 我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跳舞啊 我 dancy是吧 大学毕竟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学了学习什么时候都不管 你快来学嘛 快来学嘛 其土和解啊 结巴好爱自己 谢谢 我会好爱自己的 爱自己的形式很多 你比如说工作累了 工作累了啊 工作累了好好吃一顿 我现在就在这里吃这个cc橘子的啊 这是奖励自己 人活在这世上 你首先要爱自己 你先爱自己了 你只有爱自己了 你才能有 你才能有体力去爱别人 你连自己都不爱 你爱啥呀 爱别人有啥意义呀 你得先把自己 你这个就健康了 是不是多吃一点 多喝一点啊 吃饱喝足的 你才有力去爱别人啊 你才有力去 这个才有动力 所以无味的任何时候 吃饱饭中是第一位的 我很爱自己 可不可以吃了 谢谢这位10啊 11是吧 加油 好暖心啊 好暖心啊 比那个那个爆破我手机的人强了 因为强 你不强了 几千万倍好吧 看这位大哥啊 香米抹茶红豆啊 解宝三天妹加油 摸摸啊 谢谢你 谢谢香米抹茶红豆 我会加油的 预告一下 嗯 直接这个 媒体记者少 我算其中一个了 虽然我没有记者证啊 没有相关那个从业资格证 但我但我 但我对围棋的宣传啊 我可以大家算一个算一个记者了 是吧 各种赛事啊 我我到哪了 什么是接下来什么比赛了 然后我和我的这个 那个空间里给他发的 虽然你们也不会必看 这些这下面那个玩别的人 但是我知道我在发 好最后最后这个五分钟啊 最后两五分钟 20号对我20号比赛 2300倍队的金志希 金志希听得懂英语 不是听懂英语是 听懂他就听听 因为他也听懂中文啊 他中英日三语啊 都会啊 所以说他看我直播的话 也能知道我在讲什么 嗯 多听听啊 好怕他开始就给我来一句 这个这个大师我悟了是吧 我我我我悟了 我可以听你直播 我这个这个对你豁然开朗 对这个这个生命 生命的真迹是什么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我豁然开朗啊 那就最好 那自然是最好的 哦 好多好多 杰宝你好 目前学习续续续续续 已经一年14K 感觉经常力和奇感 以及后市运用一直很差 有什么提高的方式吗 提高的方式是 做题 成为于做题家 要大量大量的去做题 大量的做死活题 要把这个4K就是 你就是在一个一个原始积累的一个过程 你你你得把把题得做透了 做个什么1000到2000到的题目 你去提就自然就会上去了 你会发现你在4K5 所向平民啊 你一定记得我说的话做题啊 做题是你最最要紧的事情 嗯 就是还仔细学习一节概念什么 不知道你要去啊 嗯嗯嗯嗯嗯嗯嗯 我刚才那问题没看清 他太快了 怎么怎么能回看呢 最有印象的决赛我刚才记得 不好意思啊 这位大哥我刚才这个 没留别留成啊 决赛啊 决赛最新的一次呗 输了再次呗 还有就是孩子刚才那个问题啊 六六岁的孩子啊 我看我看看我能不能往回找一下 回到这半天就下下波了 真下波了 不能再拖了再拖了 拖了我就回不去了 怎么 哎呀我天我找不到了 好吧 啊怎么判断孩子适合下围棋是不是 好 啊 嗯 看他有没有天分了 我来说的是废话 嗯 这样判断 他能不能领寻人同龄 他有没有这个超越同龄人的齐力 如果说他有超越同龄人的齐力 我小时候超越同龄人的嘛 所以就这个实力的话 那他就可以学就是可以走职业 可以考虑走职业啊 他还要具具体到个人的一些规划什么的 他孩子是否对我一起感兴趣 是吧 走职业一定是得出雷八岁的 这个呃有天赋的 不然的话我这些不是很建议啊 走职业 好今天下播拜拜